随着经济快速起飞 大陆近年来也发生技职生短缺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 像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就推动产学合作的双元制 而来自台湾的有家集团就和他们合作 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大陆 第一个校企合作技职体系的有家积电学院 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校企合作好处又在哪里呢 一起到杭州去了解 还没走进工厂 响亮的欢迎声已然入耳 有家实业集团位于杭州萧山的这座工厂 拥有上千名员工 但这只是它全球版图的一小块 每个机台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零件 它不是只做单一零件 来自台湾的有家以生产工具机起家 1993年转战大陆市场 尽管强调用人必须在地化 但所有员工都得经过特训 融入台湾人特有的服务精神 为了让产业供应链更具规模 有家相继并购美国的SMS 意大利的Job等公司 甚至将触角获及到教育层面 开始办学校 自己培训所需的专业人才 从开始就让他能够懂得 进几页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每天要毕业八岗的学生 我也用不到这么多人 而且我要跟人家抢学生 毕业以后他有很多工作的选择 你薪水不够高你也抢不到 所以说我们真正办学校有两个 一个是培养我自己企业需要的人才 一个为我的客户去培养人才 2008年有家和大陆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成功打造第一所校企合作的 技职学校有家积淀技术学院 有地方政府学校企业三方促成 在一个月内完成学校章程送教育部 核准等相关手续 当年度就直接列入高考的志愿名单中 成立四年来不仅每年有八九百所学校 到有家积淀学院观摩取经 甚至有专书探讨这样的有家模式 现在全大陆至少已经有 二三十家校企合作的技职体系 一产一产来回动作着 师傅们手中的产子 打打的敲个不停 看似容易的单一动作 背后却隐藏着大学问 不论是车床还是加工中心机 所有机台的组装零件 都来自于母工具机 要提高这些机具的精密度 达到面很平 线很直 圆很圆的地步 全得仰赖这项产花技术来矫正机械加工 留下的误差 用人力一点一滴磨出精准度 因为即使误差只有一根头发的十分之一 也可能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你说动飞机 你稍微一点突然就喘大祸了 在空中就解体爆炸 这个等于是博士级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 那所有机器的精度就是靠这个产花 出来 如果没有这一块 那就不值钱了 好 专业人才的培育 就像制造精密的工具机一样 得花时间 慢慢磨 用心做 丝毫马虎不得 为了让未来的员工具有竞争力 杭州有家提供最多最新的实验设备 还派企业干部到学校授课 负责教理论的老师 也要回到企业跟着实习 结合理论与实物 不只教学相掌 更让学生彻底层做中学 有的时候我们加工一个零件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孔要打 那么你看这里面呢 有一个绝对坐标 这个位置 在书本上只是一些皮毛 一点点理论支持 我们来这边实习 那制服交给我们东西也很多的 在这边实习 学到的东西 在别的地方也能运用吗 按一下delete 这个制服就删掉了 就删掉了 台湾的企业是学生 一年在企业工作 然后一年回学校念书 然后他在企业学到什么 他只是在企业每天工作 那企业也没有融合到学校里面去 不让学生纸上谈兵 而是真正学矣致用 杭州有家成功建立 校期合作模式以后 下一步要做的 是争取将学院现有的三年制 延长为四年 透过更多的实习机会 创造学生认同的价值感 在有家这座母工聚机的运作下 专业人才的量产计划 就如同厂房里传来 轰隆隆的机械运作生班 永不停歇